俗哥说电影 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 美国的奇幻金属片野生狼性 影片一开场 王大白正在给闺女小萝莉 讲睡前故事 王大白讲的故事都非常恐怖 不是狼爱上羊爱的很疯狂 就是红太狼又揍了贵太狼 把小萝莉吓得是 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一睡着就闷见大火草 然后就被吓得尿一床 为了防止小萝莉偷偷跑出去 王大白居然还在门把手上通了电 哎呀 这种当爹的可不多见呢 也太他妈王八蛋了 王大白说现在这外面呢 到处都是亲手死变态 你只要是一出门 肯定会受到伤害 虽然这小萝莉也提出个疑问 但都被王大白连吓唬带哄骗过去 看着小萝莉一天一天的长大 这王大白是越来越害怕 为了减缓女儿成长的速度 王大白开始给小萝莉注射药 但该来的还是来的 什么也压不住 东去春来一晃十几年过去 小萝莉也渐渐变成了大耳妹 在这十几年里 大耳妹从未走出过这个房间 看着已经长大成人的闺女 王大白意识到自己已经无理会天了 于是便打算自杀交换票 可怕大耳妹给瞎尿 当大耳妹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被人给弄到了医院了 从来没出过门的她 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地儿 但她能隐隐地意识到 肯定没什么好事 于是虚晃一招就打算撒下自恋 生平第一次拥抱大自然 大耳妹当时就醉 当她再一次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警察冷淡姐正坐在她床边 医生说我们在大耳妹的体内 检测到了高浓度的亮饼微磷 幸亏这姐们被及时送到医院 不然我估计这会儿已经领了荷盘 冷淡姐说亮饼瑞磷是啥玩意儿 医生说主要是治疗妇合病 但大耳妹根本就没那些病 这种药的另一个作用 就是能够抑制雌激素的分泌 她至今还没有任何大爷妈 曾穿过门的痕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对她这么做的人呢 就是为了延缓她的成熟 回到病房之后 冷淡姐用自己的耐心和爱心 很快便取得了大耳妹的信用 在大耳妹的DNA检测结果出来之前 有关部门同意先让大耳妹 暂住在冷淡姐家 这王大白本来是想吞枪自杀的 可由于这枪法太臭 居然没能把自己给逼了 哎呀 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来到冷淡姐家之后 这大耳妹表现出了很多 异于常人的情绪 不仅饭量大 而且只吃肉不吃菜 出门不爱穿鞋 整天光着脚在野外瞎溜的 冷淡姐的弟弟小白脸是个热心肠 当得知大耳妹对自己 是如何出生产生好奇后 便主动拿出了自己 珍藏多年的毛片 把大耳妹看得是脸红心跳 当时就吓尿 大耳妹反常的举动 很快就被神秘的龙套叔注意到 当大耳妹在森林里 追赶一头鹿的时候 突然就被龙套叔业入 原来这大耳妹是狼人的后来 之前由于一直被 王大白的药物所压引 因此他没有变身 冷淡姐说 你的DNA检测结果出来了 那王大白的根本就不是你的亲爹 大耳妹和小白脸一来二去 就渐渐产生了情谊 晚上两人到金发梅家参加拍摄 只醉金迷灯孔九律 两人很快就开始下情谊 大耳妹亲着亲着 突然发现自己的牙掉了 这下可把他吓笑了 功欲善其事 必先立其戏 这明显是变身的前奏 当他一个人正在小处里 瞎溜达的时候 不怀好意的炮灰壳 对他欲行不畏 这大耳妹也没客气 上去坑吃一口 就把炮灰哥咬死了 随后大耳妹回到了那个 他曾经待了十几年的小屋 触景生情啊 大耳妹这心里难受都不行 第二天的一早 大耳妹洗完白白 换了身衣服 又回到了冷淡姐家 炮灰哥一晚上没回家 这大耳妹又夜无归宿 冷淡姐前后一联系 就有点坐不住了 冷淡姐说 你跟我说实话 昨晚上你到底上哪了 可不管冷淡姐怎么问 大耳妹是一言不乏 到了晚上 大耳妹在野外 找到了神秘的龙套叔 龙套叔说 没见过你这种骗装 都说狼人已经灭绝了 但现在来看 你是条漏网之鱼啊 如果你想见你妈咪 就顺着这条道 大胆弄往前走 转场之后 大耳妹来到了山洞 找到了他妈咪的遗孩 原来当年 王大耳妹杀了他妈咪之后啊 把还在墙堡里的他给带走了 至于王大耳妹 为什么要留大耳妹 这个活口搞不清 估计也是当时脑子一出风了 炮灰哥的尸体找到了 冷淡姐经过缜密的分析 和细微的观察 初步判断 这事就是大耳妹干 被关进牢房的大耳妹 每天照样是 该吃吃该喝 根本就不想那么多 冷淡姐这边前脚刚走 王大耳妹后脚就杀到 王大耳妹把装有毒药的针管 递给了大耳妹 说你要是现在走 还能赶上 开往天堂的最后一班地底 再晚一会儿 就只能坐飞机下地狱 虽然王大耳妹说的有理有据 但大耳妹这次没听谈 这哥们一看 大耳妹没中计指的 庆幸上去了 第二天那一早 趁着冷淡姐过来看 大耳妹虚晃一招仨子聊了 小白脸跟着大耳妹来到野外 长夜漫漫 两人很快就把生命煮成熟饭 转过天 警方和王大耳妹等人 开始追捕大耳妹 这一路上是鸡飞狗跳 把小白耳妹的鞋头碾掉 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心上人 大耳妹一猛地扎到河里就不见了 为了躲避追杀 大耳妹是乔装打扮 跟王大耳妹和警察们 打起了葱林战 没有了药物的压制 大耳妹加快了辨识的步伐 并且很快就干掉了一个龙头 第二天的黎明时分 狩猎正式开始了 已经怀了小白脸孩子的大耳妹 是如虎天掩 七里咔嚓 把几个打酱油都抢一抢 其他几个人一看 便采取了断子绝村的手段 开始放火烧山了 转场之后 大耳妹躲进了他妈咪 当年被害在那个山洞 并且毫不奇怪的 撞进了他养父王大白 影片的最后 当王大白正准备 抢走大耳妹肚子里孩子的时候 被大耳妹吭吃一口给咬死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开头感觉挺文艺 后面看着不咋的 故事一路走下坡 而且还没啥逻辑